远离嗔恨 佛法精神 强扭得瓜会甜吗 比如这个饭店里缺一个厨师 晚上饭都烧不出来了 就随便去拉个厨师来 哎 你能干你能干 你烧烧吧 一定是烧得一塌糊涂 年纪大了 腰不行了 腰不能弯下去捡东西 没关系没关系 我行我行的 咔嚓 腰扭伤了 强求的事情行吗 所以不要去空想 要找到真正的佛道 才能更持久 更圆满 佛菩萨让我们学佛走正道 我们继续走 那么你就不会掉队 因为学佛持久的人 他以此为终生的医治 也就是说 我这一辈子会跟着佛菩萨的道走 这一辈子我就有依靠 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靠的就是佛菩萨的智慧而活着 靠着佛菩萨的信仰 靠着自己认为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 这种信仰 才能活到今天 很多要自杀的人 为什么会自己停下来 因为他看到了希望 他看见了光明 生气的人 是看不见光明的 嗔恨人家的人 是没有光明的 嫉妒人家的人 光明对他来讲 是远离他的 只有心明眼亮 才能有意义的 在人间活着 眼睛看不清楚 自己活在世界上的作为 眼睛看不清楚 一个事物的本质 这个人 就是白活了 比如 吵架的时候 没有想到 以后会好起来 这个人就是 没有眼光 好的时候 没有想到 以后会吵架 这个人也是属于 没有智慧的人 哪有一对夫妻 不吵架的 哪有一对朋友 不吵架的 舌头和牙齿 合作得这么好 为什么舌头有时候 还会被牙齿咬啊 是难免的 一个人靠着 什么样的支撑点 来支撑自己的 整个人生呢 怎么样来挖掘你 支撑生命的 原动力呢 我们活着 都有动力的 比如说 我早上爬不起来 我要爬起来 有动力吗 有动力的 因为我的孩子 早上要去上课 我不得不早起来 给他做饭弄菜 孩子 就是他的动力 很多人 四五点钟 起来念经 学佛修心 他的原动力就是 他要改变自己 靠着菩萨的 这些经文 来让自己 工作顺利 身体好 学习好 这就叫原动力 很多人 去接女朋友 自己已经 累得个半死 但是 因为自己 喜欢这个女朋友 这就叫原动力 那么支撑你生命的 原动力是什么 是修内 修心 要修内在 内涵 那是永久的东西 靠外来修 那是短暂的 外来修是什么 师父现在 教你们 给你们上课 就是外来修 听得懂吗 所以要明白 真正的修心 还是要内在修 我们靠自己是真的 像读书一样 我们靠着人家补习 那是暂时的 是假的 靠着自己 用功读书 你才能考得好 那是真的 学佛修心 是靠着自己来修 而不是靠着人家推你 师父天天讲你们 叫你们好好修 而你们自己 不好好修 能修成吗 叫你们天天 不要骂人 不要打人 不要做坏事 不要动坏脑筋 你们还是要动坏脑筋 做坏事 能改好吗 只有靠自己来改变 那才是终究之道 你要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你要有终究之道 终究就是 我一直要做下去 靠着自己的力量 要找到横长的生命之源 横就是永恒的横 长就是长久的长 想知道什么是横长吗 只有灵魂在你的身上 那是横长的 所以碰到内在灵魂的问题 在心里的事情 都要很认真地修 碰到外在的 嘴巴里吃点东西啊 或者听一个好听的歌 或者去做一个事情 自己开心了 那都是外在的东西 那是带不走的 只有真正带走的东西 那才是横长的 带走的东西是什么 那是灵魂 你的意识 你的境界 那都能带得走 其他的东西都带不走 所以要有精神永恒 人活在世界上 要有精神 要有充实感 你们有充实感吗 天天觉得活着不舒服 活着不如意 活着难受 不充实 行不行啊 有没有精神啊 看见众生 你好你好 大家好 这是人的一种精神 就是精气神啊 学佛的人 要永远有一种 帮助人家 很热情的精神 很多人 自己的情绪一来 马上跟人家 就乱解释 自己的情绪不好了 马上就对人家 不热情 想怎么样发脾气 想怎么样不开心 给人家脸色看 可以吗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要修出充实感 要修出精神 要修出生命中 与生俱来的潜能 潜能是什么 是良心啊 其实 人很笨的 做很多事 做不下去的时候 如果问问自己的良心 就可以回答了 有没有良心啊 这个事情 我要不要做啊 问问自己的潜能好了 潜能是什么 是你的良心啊 比如 我今天生病了 问问我的良心 良心就会告诉你 你今天生病了 是因为你很长的时间当中 没有好好的保养啊 良心告诉你了 你啊 自己已经生了这个病了 你就要实实在在的 好好的修 从现在改 这不就是良心讲的话 只给你的方向吗 比如 我要发脾气了 问问良心吧 良心会告诉你 你不要发脾气 他过去对你很好 他也为你付出过很多 你不要发脾气 这个人 要去告人家了 良心会告诉你 不要去告人家了 这种事情 多一个冤家 多赌墙 少一个冤家 少赌墙 夫妻要离婚了 良心会告诉你 想想孩子吧 等等这一切 良心都能回答你们的 我今天要占人家便宜了 良心又告诉你 不要去占人家便宜啊 人家以后还会占你的便宜的 这就是人的本能潜能 问人家干嘛 问问你自己就可以了 菩萨的境界支撑着我们 行 住 坐 卧 用菩萨的境界来指导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睡觉 吃饭 和行卧呀 所有的一切都要像菩萨一样 都不能根据自己的任性来 这个任性不是真正的本性 而是污染的本性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生出来的时候 身体不会很臭的 如果你们一年不洗澡 身体臭不臭啊 因为你们一年没洗澡 所以你们变得臭了 师父现在教你们 就是要洗澡 要你们找到那个 本来很香的那个身体 把身上的污垢给洗干净 你身上就会非常的干净 一定要使肉体死 也就是说 我们人不要太在乎肉体 某一听这句话 哎呀 那不就死了吗 不要你肉体活的意思 就是不要让你的肉体 来指挥你的灵魂 如果你的肉体还活着的话 就是说明 你被你的肉体所驱使 所控制和使用 举个简单例子 肉体会肚子饿 肚子饿是不经过大脑思维的 肚子一饿脑子才思维 我要吃了 所以这个就叫肉体在控制你的灵魂 我们学佛的人 所有的肉体都要死掉 也就是说 用灵魂来控制你的肉体 举个简单例子 汽车是不是死的 你人不开 它能跑吗 但是当你开的时候 它能不能自己跑啊 它照样能自己跑 当你控制不住它的时候 汽车就带着你撞上去了 那就是因为你的灵魂 受汽车的摆布了 听得懂吗 所以人不要被肉体所控制 比如 今天我欲望来了 我看见女人了 我就想做不好的事情了 你的欲望 就控制了你的灵魂 我今天看见酒了 我就想喝 你的肉体又控制了你的灵魂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 要用灵魂来控制自己的肉体 如果你把肉体活了 而你的灵魂死了 那你就是个植物人 是个神经病患者 他会把你带到 领外的一个世界里 什么世界啊 是动物世界 想吃就吃 有欲望 就去做欲望 你就是个动物 因为你没有灵魂了 所以 要懂得 珍惜自己 永恒的 生命 感谢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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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